郭文貴議員 我們一樣請謝提名人 請上台 請謝提名人 主席好 提名人好 剛才我們前面兩位國民黨的立委 都質詢我到目前為止的感覺 你比較不像大法官提名人 比較像閃躲哥 什麼問題呢 你都不回答 問你都不回答 就都說 都會找個理由 然後就逃避掉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回過頭來 有關於您說你是基於保護學生 所以當時講的沒有把馬英九 台大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你還是沒有回答 基於一個 所謂的學術良心 因為您現在還是 法學院院長嗎 不是 好 承認那你是法律系教授 你還是一樣 基於是法律系教授 我們的前面還有兩位總統跟現任的總統 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請問一下你覺得馬英九總統 蔡英文總統跟陳水扁總統 這三個請你統一說 到底交得好不好 這件事情不能夠用這樣子來 這個很籠統的來說這件事情 你既然已經都說了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代表你有評論 代表你對事情是會有評論的 而且你是基於學者 你有評論 可是剛聽下來 你對於有沒有把陳水扁總統 教好這件事情 以及對於蔡英文總統 有沒有教好這件事情 到現在你卻怎麼說怎麼問 你都不願意說 因為比較的基礎不一樣 陳水扁國際認證的貪污 你覺得台大法律系 有把陳水扁總統教好嗎 這個我尊重法院的決定 何謂叫尊重法律決定 何謂尊重法院的裁定 法院判決他有罪 所以有沒有交好嗎 這個當時有沒有交好 是基於這個學者跟院長的這個立場 特別是說當時這個執政黨 他們準備要來起訴偵查這些學生 因此我們基於這個學生的這個 這個保護的這個立場 我們認為他不應該這樣子做 是對於服貿的程序 你剛剛提到對於服貿的程序 所以你認為你說的沒有馬英九 台大法律系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那我能不能請問一下 剛才王玉民委員也提到了 公投法修惡的事 你知道程序一樣很大的問題嗎 公投法整個修法 第一個在委員會裡面沒有任何的討論 再來沒有開會任何一場公聽會 進到大會來協商只協商了一條 然後就進到大會來表決 請問一下台大法律系 你認為自己最有良知的學者 謝提名人 你認為有符合程序正義嗎 尤其你今天要擔任大法官 你認為這是一個法律應該要有的程序正義嗎 如果你認為服貿半分鐘 那請問一下公投法是什麼呢 你要不要這邊評論一下有沒有程序正義呢 這個服貿的這個問題 我並沒有特別去指摘說 服貿的這個協議它本身有沒有違反程序正義 剛才您的回答我有在聽啊 它是引起學生學運的一個原因 我有聽啊 要不要學生上街頭跟馬英九有被交好有何關係呢 所以一樣我就說你是閃躲哥嘛 明明你就針對程序現在你就不敢講 因為我們要你回答公投法 你就不敢說 那程序公投法有沒有符合程序正義呢 你認為呢 今天要當一個大法官的題 未來要當大法官的學者 這個有關法案的審查的程序 在大院裡頭進行 那大院裡頭進行的這個程序 到底是如何其實 這個我沒辦法接受啊 請問一下 那大法官不是什麼都該解釋嗎 如果到你那不是都要解釋嗎 就算是立法院通過的法 如果不合憲也是要被解釋啊 那請問一下以後任何法 只要立法院通過你就說 因為我尊重立法院的程序 所以全部都合憲 是這樣嗎 這個有沒有符合立法院的這個程序 是由立法院的實質的這個操作的這個情形來看 那大法官所要看的是說 你們就是大院所立的這個法 本身有沒有違憲 其實自許為勝有良知的學者嘛 所以我們當然想聽看看 您認為 到底這樣有符合程序正義嗎 在程序的這個過程中 我想這個還是要尊重大院的 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把蔡英文總統交好 包括 請問一下 中選會主委 由一個民進黨色彩這麼濃厚 我當過民獎副秘書長 又是民進黨籍的縣長 後來落選來擔任 您認為這有符合一個獨立機關 應該要行使獨立的職權 必須要公正超然的機關的首長 您認為這樣有符合 我們應該要有的民主法治的精神嗎 這個到底能不能通過他的任命案 也是由大院的這個權責範圍 所做的這個決定 那對於這一點 所以你全部都推給立法院 那這樣我就不知道 要大法官要做什麼 那以後就交立法院 大法官可以廢除了 因為全部交立法院通過都可以 包括所有傷害言論自由的部分 當然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剛剛說交立法院通過都可以啊 所以只要我們通過都可以嘛 只要是立法院 依照立法院自己本身的意思程序 所以我剛剛講這也一樣嘛 違反一個民主法治獨立行使職權機關 首長我們的認知啊 可是你剛剛就說了 又一樣嘛 因為是立法院做的決定 所以一樣 再封你一個方法 你還是閃躲 對於人選 還是不願意 所以這影響到蔡英文總統 他到底台大法律是交的好不好 或是我在舉例啦 請問一下 NCC是不是一個獨立機關 剛才有人問了促轉會等等 NCC是不是獨立機關 是的 那請問一下行政院院長 可不可以對NCC說 因為你都沒有積極的去行使你的職權啊 然後之後呢 就有媒體被開罰了耶 您認為行政院的院長 適合這樣直接去干預到NCC的職權的行使嗎 這一部分我認為 這個既然他是獨立行使的機關 那這個當然他自己要去做決定 但是他有可能有一些事件他並沒有注意到 那至於說要不要被處罰 這個是NCC自己所做的決定 但後來我們看到了 就是NCC主委下台了 然後呢 媒體也開罰了 這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我要回頭來講 剛剛有說到 不管是服貿的角色 或是在台大卡管的角色 因為您是所謂的發動連署的教授之一 我想請問一下 您到現在為止 我剛剛有聽到你說 你對於單教育部現在已經讓管中民校長上來 可是你說你還是不以為然 請問一下你認為管案 你到現在你們說說看 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在哪裡 最大的問題在於 這個校長的臨選委員 是跟管中民他們是有利益衝突的 就有一位嘛 您說的嘛 是的 但是那一位呢 如果按照我們相關的臨選辦法裡面 因為我們自己有所謂的 臨選委員會組織局運作辦法裡面 其實並沒有提到 第一個 要去做這樣的一個身份的揭露 第二個 再所謂回避的部分 其實並沒有包括這一點 你知道嗎 是概括線的規定 右手邊沒有條文 但是 既然這個 所以你認為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身份 然後又有一位 有一位 臨選委員 可能你認為是會 是的 沒有回避 因為沒有回避嘛 對不對 他事先知道 說這個 是 然後因為沒有回避 是他的獨立董事 所以 然後你認為這一位 而且他沒有揭露 你就認為臨選無效 對不對 最重要的不是他沒有回避 而是他沒有揭露 沒有 你現在一定要講 不是因為沒有回避 因為你自己也沒有回避啊 是 這兩件 這兩件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回避 你現在一定要講 因為是他身份揭露 重點是你們說 有一位沒有回避嘛 這是因為跟 他這個所謂讀董身份有關嘛 所以有一位沒有回避 所以呢 才認為臨選 無效嘛 所以回過頭來講一下 您自己本身 民國八十六年 擔任口事委員 抱歉 還成為湯德宗大法官 的教科書的內容 你認為一個 即將可能成為大法官 但是 是 現任大法官 所寫的教科書裡面 有關於回避的 三個案例的 負面教材的其中之一 的主角就是您 請問你要自己怎麼說 我尊重他的決定 他的這個意見 就在這個教書裡面 你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是的 他並沒有了解整個事 他只是從判決書 來了解這個事情 那請問你有沒有回避 請問你有沒有回避 我有揭露 你有沒有回避 我揭露之後 這些口試委員們 大家共同的決定是說 因為今天要考試的是 國際智慧產權法的 這個專業領域 因此呢 我如果 就回避的話 那 就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我們未來可能大法官 這我聽不下去啊 所以是由他們 這我聽不下去喔 因為你是學者 因為相關的學者 所以你就不用回避 這位學生 後來跟你 同寫論文 你們的關係 多麼的密切 但是我事先並不知道 這是基本原則耶 我自己本身也當過行政首長 有關於學生 指導學生 絕對是 必須回避的 其中很基本 不是一個知識 叫做 common sense 基本常識 所以我給我 所以你連基本常識 應該回避 你去說管中民案 那邊沒有回避 你自己有沒有回避 這不是雙重標準嗎 他之所以沒有回避 是因為他沒有揭露 所以大家不曉得要他回避 那請問一樣 你為什麼沒有回避 那我有揭露 沒有回避之後 你知道就因為 好 法院判決也說得很清楚啊 的確是有問題 有瑕疵啊 因為你沒有回避 的確有瑕疵嘛 他講的瑕疵 不是我的瑕疵 那個被告 請注意 被告是教育部 不是我 但是重點是你 是其中一位 應該要回避 而未回避的 我們的投資委員 他指證的瑕疵 應該是 這是要求教育部 以後在考試的時候 必須要當工作人員 這是兩件事 教育部是教育部 我今天是 因為你是大法官提名人 如果這是一個 基本的 基本的 態度 法律常識 碰到自己的指導學生 就應該要回避 你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 我不知道你的原則是什麼 或你的原則就可以變來變去 批評別人的時候可以說 沒有回避 碰到自己的時候 因為他們要我留下來 所以我只好留下來 真是委屈您 不是我的決定 所以啊 不是我的決定 是其他幾位 所以但是從 教科書裡面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 把你的成績剔除 直接剔除計算 可能錄取的是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而且 他現在是用剔除放大法 我知道 用 後來法院是用 除以四乘以五 可是如果 直接把你剔除 你的成績剔除除以四 露絕是另外一位 這就是為什麼你會成為 教科書 拿來討論利益迴避的負面教材的原因之一 就是很值得探討 尊重學者自己的表達 意見表達 但是這個案子 已經經過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確定 而且經過代表駁回 確定是他認為說沒有影響到結果 但是 裡面還是文字非常的清楚 他的瑕疵指的是 教育部在 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程序上面 有所瑕疵 不是不是 他是說 必須 避免可能 之利益衝突 被告於辦理口試時 未能注意其之 其所為的程序 難為無瑕疵 當然 教育部是主辦機關 沒有錯啊 但是你是口試委員嘛 今天 我當然不是指引教育部 我可以指引教育部 但我就說 因為您是 大法官 未來的大法官 對你的要求 標準 等於是所有的 法律的最高位階 就是大法官 是不能有任何的 道德瑕疵啊 你這不只是道德瑕疵 你這是法律瑕疵喔 是法律瑕疵 是法律瑕疵 一個基本的態度 你應該要要求自己 就不應該 在那個現場 成為口試委員 可是非常遺憾 你卻讓自己留在那邊 而且我就說過 不同的成績計算方式 有可能是不同的人 會被錄取 因為我如果退出的話 你認為你有沒有錯 在這件事情上 你認為如果今天要你在那邊回答 請問你認為 自己有沒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對這件事 你說 教育部的這件事情嗎 對 這個 當然有 就是說 譬如說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請 費洪泰委員